因为我们喜欢动画 喜欢里面的人物 然后我们就想要去成为他 包括制作他们的服装 然后去写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 都是因为我们把他当作自己 就是理想中的人 对比的说像装造 以后可能就是非常好的装造师 特效师 特效装造师 然后服装的话可能就是设计师 然后服装制作 然后表演的话可能就是 就跟表演 其实慢慢的cosplay这些东西 越来越来越专业化 不管说电影 还是动画也好 最主要就是一个降星 这也是我们自己 一直想保持的一个降星 只要你用降星去创作一个东西 它创作出来的一定是一个精品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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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